哈喽,大家好,我是八哥,现在我在这个中越,毕竟很河口 来河口现在马上一个月了 在这里找老婆,一直进展不顺利啊 一直的话都是没有找到 然后这两间很多网友他给我发私情说 说让我继续到海邦去找小凤 去跟小凤去见面,好好地谈 他们说你在这里反正也找不到 还不如继续过去,然后跟小凤见面,跟他一起谈着 反正之前的话已经投资那么多的 已经花那么多钱了,就不要轻易放弃了 然后继续到海邦,然后跟他见面,在海邦去谈恋 我现在我是这样想的 去年跟他在一起待了三个月,花了一点钱 但是花的也不是很多 今年我去了几个月,也给了一点三个费 但是给的也不是太多 我不想去海邦最主要的原因 是我觉得跟小凤没有未来,没有结果 我感觉去了以后花太多的钱 都是白花,没有结果 因为他现在这个情况就是离婚了,有两个小孩 他也不可能跟我一起到中国来生活 我在越南生活的话,也不可能 因为我在越南生活的话,我没有生意做 我在越南的话,没有种下的能力 也没有养家的活活的这个能力 在越南的话,我怎么去生活 我要是在越南带着的话,我怎么去 赚钱,我感觉很难 所以我觉得在越南生活的话 也不现实 这个他已经在越南有两个孩子的 他不可能跟我到中国来生活 所以我觉得我跟他没有结果 就是去了以后花这道钱,花这道的时间 到最后肯定还是分手 所以我想了很久 我觉得没必要去了 就算去的话,也是在一起待个一段时间 但是最终的结果肯定还是分手 所以我就不想过去了 我实在不想过去了 真的我不想过去了 再一个我感觉他现在也变了 跟以前也不一样了 以前的时候去年在他家的时候 我觉得他对我是真爱 是真的爱我 那时候两个人在一起也非常的幸福 也非常的开心 那时候在一起 他对我也是相当不错的 但是随着这个热恋气的解锁 随着这个新鲜感的退去 真真真真正回归到生活的时候 那这个经济 嗯 这么下的这个能力啊 他觉得 我也没有什么大的赚下能力 觉得跟我在一起的话 也过不上这种文化富贵的生活 这种坚异欲试的生活 他觉得我 给不了他想 这个越南女孩子 他想找一个中国老公 最重要的目击是想过上更好的生活 过上比他在越南更好的一个日子 这个就是 你得有钱 你得让他 嗯 自豪 让他感觉 找一个中国老公很自豪 嗯 就是生活过得 比当地 呃 他的亲戚朋友的 嗯 联居的 就是 生活过得好 就是 嗯 你得让他的生活 在大部分 他的周围人当中 有面子 嗯 有自豪感 这样的话 嗯 你才能在那里带得下去 你要是没有 这个赚钱能力 赚不到更多的钱 你跟他过的生活 嗯 就是 跟他之前是一样的 或者是 嗯 让别人瞧不起他 那样的话 你在越南的话 你带不下去 嗯 即使你去了以后 呃 我感觉 也不会有结果的 因为 我目前我这个情况 瞧见也不是很好 嗯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找个 越南 嗯 老婆的话 我必须得带回中国生活 必须得在国内生活 因为在国内生活的话 两个人可以一起在国内 嗯 嗯 即使做不了生意 但是可以在国内打工的 赚钱 嗯 也可以生活 但是在越南不一样 你要是在越南生活的话 嗯 比如说你在越南 搭上面去去 你就必须得做生意 你就不能打工了 你要是打工的话 当地人肯定会看不起你 他的亲戚朋友 嗯 他的邻居 嗯 肯定就是看不起你 他如果看不起你 他如果看不起你的话 你在那边就带不下去 你在那边就没法查 就是去带 所以你要是在越南生活的话 你必须得有两把刹子 你必须得在那边有生意做 你要赚到 比他周围的人更多的钱 就是这个意思 你得让他在他周围的人这个人当中 你得让他有面子 让他就是有自保感 嗯 让所有的人都夸他 所以你找一个中国老公 嗯好 嗯有钱 嗯过的生活好 吃的好住的好 差的好 嗯日子 让他们羡慕 但是 如果没有什么经济实力 也没有生意做 你打工的话 你要赚点什么钱 就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情况 你到越南的话 你没有其他的这个经济收入 就只有靠做直播 拍一些视频 然后增加生活费 维持一下生活 这样的话 你在越南生活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 到中国生活 但是 小红他这个情况 他是不会到中国生活的 所以我是不想去海拔 他要是愿意到中国生活的话 那我就去海拔 我多花点钱 也无所谓 因为到 因为到最后有结果 他愿意跟我一起到中国来 呃生活 嗯 我觉得 我花多少钱的话都值 他 愿意跟我一起到中国生活的话 我觉得我花最多的钱 到最后都是一场空 嗯 因为 我在越南的话 我待不下去 因为我现在目前的这个经济实力 还有我这个 后续的赚钱能力 嗯 我觉得我在越南待不下去 嗯 如果我在越南 嗯 能做个 不算大生意吧 小一点生意 嗯 一个月能赚个几万块钱 这样的生意的话 比如说在越南开个店 我觉得在越南的话就能带下去 嘖 嘖 嘖 所以我现在是不想到海黄去找她的 嗯 嘖 嘖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嗯 必须得找一个 嗯 愿意跟我一起到中国来生活 而且 最好还是没有孩子 因为有孩子的女人 她一般情况下 不会 远走她想的 她不会去太远的地方 因为她有孩子的话 她就有牵挂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想法 嗯 第一 嗯 必须要跟我到中国来生活 第二个就是 最好不要 不要有孩子 嗯 想放心在这个情况 我是真的不想去 开花了 嗯 我感觉我 去的话也是 没什么结果 这个就是我今天 嗯 在这里想说的一个事情 大家觉得我说的一幕道理 这就是 我不想去的原因 你想嘛 她现在 在云南都两个孩子 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孩子 嗯 放下跟我去中国生活呢 不可能的事情 我也不可能在云南生活 今天呢 视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我说的可能有点多 有点啰嗦 不知道大家觉得 我讲的一幕道理 然后 我在这个 河口这一块 这个房子的话 月底就到期了 月底到期以后 我就把这个房子退掉了 然后我就去和那个 嗯 好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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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